大家知道为何木田玉长城要修建双边舵口吗?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木田玉长城的双边舵口 我们站在长城之上 可以看到形似齿轮状的墙体就是舵口了 木田玉长城有别于其他长城的特点就是这双边舵口 舵口墙凹下去的地方是士兵守城作战的地方 突起的地方可以提供给士兵作为掩体 一旦发生战时每个舵口有一名士兵站岗 并配备百经干柴 以便于夜间作战时可以点燃投掷城外来观察敌人行动 怀柔境内的长城都是双边舵口 当时国家为了提高经济贸易往来 在怀柔境内就设立了20个关口 但是一旦发生战时就很麻烦 如果敌人乔装混入 由于关口众多到哪都需要派兵 兵力一分散防御力就会降低 主要也是吸取了明嘉靖年间1550年的耕虚之变 设计为双边舵口 可以双边遇敌双边作战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舵口墙下方有一个洞 这就是射孔了 这个设计有两点好处 第一可以起到两点一线的作用 使我方士兵能够更加精准的射杀敌人 第二点就是他内高外低 敌人进攻时不会轻易的伤到我方士兵 好了今天的长城小课堂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